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能自由一把尺 但是连支持者都会觉得无所失从 未来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历史地位 而同样饱受争议的还有英国到底要不要留在欧盟 这个议题持续发烧 首相卡麦隆最近公开表明他并不满意英国目前与欧盟的关系 而党内元老霍威军爵呢 则是痛批卡麦隆在这个问题上是弃手了 助长党内的反欧盟势力 霍威并且警告英国一旦退出欧盟的话呢 再取出的影响力将会大为降低 另外同样与国际社会其实相关的还有马来西亚的大选 虽然两周之前大选就已经尘埃落定了 也就是由执政联盟保住政权 但是反对党领袖安华他是拒绝放弃 并且重回街头号召民众要建立一个种族平等的马来西亚 现在国际社会正在密切观察 安华的抗争还能够持续多久 并且也担心吉隆坡当局恐怕将对这个抗议展开镇压行动 最后来看到纽约时报 巴基斯坦虽然是幅员广大而且资源丰富文化深厚 但却陷入了一个长期的混乱与贫穷 而八国152年的历史的铁道系统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纽约时报记者华许他之前搭上了列车 旅行数千公里 亲眼见证了八国的政治经济还有社会的病根 不过华许写完这篇报道之后呢 他就立刻被八国的内政部给驱逐出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